我想空气的部分 也是在居家环境里面 很重要的一环 空气对于我们身体 人体的健康 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空气跟健康太有关系了 像我们知道 像世界物生组织 他就有报道 空气污染这件事情 跟我们人类 每年会造成700万人 提早死亡 那当中 不论是室外空气污染 或者室内空气污染 他都跟我们心血管疾病 呼吸道疾病 有显著的相关性 我们都晓得说 台湾十大十零当中 我们第一名是癌症 癌症当中的第一名是什么 是肺癌 所以空气跟健康的关系 真的是相当的重要 在空气的污染物里面 有一个东西 大家一定很常听到 就是那个PM2.5 它的主要的来源 似乎是 像是汽车排放的废气 以及工厂排放的一个污染 那我们是不是待在家里 就安全了呢 因为刚刚谈到说 有室外空气污染 也有室内空气污染 然后人百分之九十的时间 会待在室内 不论是职场或是住家 所以室内空气品质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随着现代的这个社会 时代的进步 所以我们装潢的部分 它所用的建材 所用的化学物质 还有我们居家总是会烹饪吧 然后总是可能有些会拜乡的习惯 所以在家中的话 也有很多室内的空气的污染来源 还有台湾这么潮湿 所以说发霉啊 霉菌啊 也只能造成民众过敏 身体不适 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在家比较安全吗 这个是个大问题 很多时候在家的空气品质 不会比室外还要好 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室内空气如此 这么多污染物的状况下 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去除 您刚才所提到的一些 空气中的一些污染物 跟有害物质呢 当然我们最希望的是说 我们能够完全找出 这些空气污染的来源 把这些空气污染来源 一一根除掉 可是我们知道 对于室外的空气污染的来源 因为室外的空气污染 会跑到室内 我们可能很难把家里外面的工厂 或者汽机车 把它们都移除掉 可是我们在家里 室内的空气的品质 是我们自己能够去保护的一个地方 那在家里的话 很多时候 很多的污染来源 你可能也不能够不扛认 你可能也不能不拜拜 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问题 这个时候有它好的空气侵应机 就扮演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是一个我们能够有效地 降低我们室内空气污染 提升室内空气品质的一个好的方法之一 空气清淨机 现在好像已经是家家户户 必备而且必须的一个家具之一了 那最后想请问教授 如果我们要选择空气侵应机 有什么样的指标 因为这一块 大家想必一定不是这么熟悉 有什么样的指标 可以帮助我们去选择一台好的空气侵应机呢 相信各位观众或是安安本人 都看过很多的一些 新闻媒体包装杂志的 就可能有什么CADR 或者是一些什么技术 一些很特殊的技术 可是我个人认为一台好的空气侵应机呢 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品牌 你没有一个好的品牌 没有一个好的服务的话 说老实话一台机器给你在那边 你有任何的问题 它出了什么事情 没有人帮你做好的服务的话 花再多钱都没有用 接下来就是本身 它有没有一般来说谈到的三层滤网 前置滤网 活性碳滤网 还有HEPA滤网 要有这样的一个规格 它才是一个我们认定 它是有真正效能的一个好的空气侵应机 最后带来就是它的噪音 因为空气侵应机 我们谈到什么CADR 那个素质很漂亮 你们家13屏啊 你们家5屏都可以使用 问题是当它有效 是当它在全速运转的时候 它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它噪音很大的 所以说这往往会造成 我们常常晚上睡眠的时候 或者在家休息的时候的一个困扰 所以说这个噪音的部分的话 是非常值得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最后一点就是省电 空气侵应机啊 就跟厨师机一样 它要有效的话 理论上应该叫中年开启 这也是为什么好的空气侵应机 它会去经过一些省电的认证 一整年所花的电费不到1000多块钱 所以我刚刚谈到这四件事情 是我认为选择一个好的空气侵应机 很重要的一个四个指标 今天非常感谢专凯任教授 为我们分享 补充干净的水和空气 以及维持居家环境纯净的重要性 让我们谢谢教授 谢谢教授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观众 谢谢